时间来到2022年的下半年 除了NVIDIA AMD Intel将要发布新品以外 不少厂商为了赶上这波浪潮 也是公布了与之配套的产品 而其中就不发包括了电源 内存 散热器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赶紧3G强来看看 本周又哪些新的硬件产品是大家买不起 但看得起了呢 首先是显卡方面 目前英特尔的瑞轩A380已经正式上架了电商平台 具体型号为蓝级ARC A380 Photon 6G OC 产品定位于中单的Photon系列 外观为常见的云居形式设计 用双插槽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供电接口为单8PIN 并配备了三个DP和一个HDMI接口 而具体的规格方面 瑞轩A380采用了英特尔全新的XE HPG架构 并打攒了ACMG11芯片 用8个XE内核和1024个流处理器 配备6GB GDDR6显存 显存位款为96bit 加速频率2450MHz 整卡TLB功耗为75W 以上都是官方数据 并不是给向我编的啊 至于性能嘛 瑞轩A380大致与GTX1650取同等水平 目前该卡的售价为1299元 算是一个性价比还不错的过渡卡 所以对此有需求的玩家可以考虑一下 但需要注意驱动游戏兼容性等其他因素 然后是存储方面 目前三星电子推出了旗下首款24Gbps GDDR6内存模块 该内存模块提供了三星第三代10nm的1Z工艺 采用了极紫外技术 最高速率可达24Gbps 除此之外 其还有创新的电路设计和先进的绝缘材料 可最大限度的减少电流泄漏 相比目前的18Gbps GDDR6模块 速度提高了30% 而且其也是完全符合GDEC规范 并还提供了速率为20Gbps和16Gbps的低功耗选项 相比行业普遍使用的GDDR6 电源效率提高了20% 旨在提升下一代显卡 笔记本电脑和游戏主机的图形性能 同时也可以用在基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序和高性能系统 但目前还不知道谁会首发给内存模块 所以还请大家持续保持期待哦 内存条方面 金士顿于近日宣布了旗下的新款DDR5内存 Fury叛逆者系列 包含了叛逆者DDR5和叛逆者DDR5RGB两款 其中基础款采用了黑色和银色搭配的铝质散耳片 而RGB款则带有动态的LED灯条 可以在金士顿Fury Control 3软件的前提下 自定义灯效或者是实现声光同步 而目前金士顿为其提供了单条16GB和32GB的套条 传输速率分别为6000MT每秒和6400MT每秒 前者延迟为CL323838 工作电压为1.35V 后者延迟为CL323939 工作电压为1.4V 同时二者均是得到了英特尔XCMP3.0认证 该款内存还会正式上市 所以售价不得而知 反正不便宜 最后则是电源方面 目前美商海盗船正式推出了旗下全新的HXI系列电源 包含了HX1500I和HX1000I两款 全市通过了CybernetX以及80PLUS的白金认证 并采用了全模组设计 同时该系列的电源效率高达92% 可在同等负载下 耗电量更少 发热量更低 而且具备了三个EPS12V连接器和全模块化线缆 也可支持大功率的CPU和显卡等配件 但其的最大特色还支持了Murden Standby睡眠模式 可实现急速睡眠唤醒 以此来保证低负载时有更好的效率 而在配合ICU1软件的情况下 还能够支持自定义风扇速度 实时监控电源功耗输出和效率等等 但目前还不清楚该电源的上市时间和具体售价 对此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海盗船的动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自行产品资讯了 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哪一款产品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